大家好,我是謝鎮賢,我今年23歲,我現在就讀香港浸會大學運動及康樂管理學系的二年級 我是前三國鐵人港隊,我覺得三國鐵人有什麼挑戰? 就是三國鐵人不是每一天訓練其中一種運動項目就可以了 而是之後再要管理好自己所有作息,如何恢復這些細節 所以治療對三國鐵人是很重要的,因為當中一定會影響到我們比賽的表現 在比賽裡面就試過受傷過很多次 很記得的一次就是我代表香港出戰一個亞洲背景就是在Soul Big舉行 那到Soul Big第一天,我們去來拍一些熱身,跑步 我跑一下就不小心咬一咬筋 幸好教練都會讓我去比賽 因為最重要的是教練又跟我一起 在這三、四日裡面盡量做好所有治療的要做的事情 譬如呼冰、按摩膏、用FORMOLA去幫我鬆一下其他部位 令到傷口快點痊癒 如果我沒有做到recovery這一步 我相信在那一天我應該不可以代表香港去Soul Big出戰一場亞洲盃 練完會霍水的時候,我表層的肌肉很容易會覺得很累或者很緊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會用FORMOLA去按摩表面的肌肉 令到它快點沒有那麼緊 還有令到它的血管容易流通 可能會對recovery都挺大的幫助 第二,去到massage ball 我可能去到跑步或者單車的時候 我要用的肌肉都是比較有深層的肌肉 如果用massage ball的話 就可以很有效地幫我放鬆我裡面的肌肉 令到我recovery得好很多 而每當我練習的狀態是非常之累或者很緊 整個人就會用按摩膏去幫我鬆弛 我覺得無論你練習練得多好都好 去到最後如果你沒有做好recovery的話 其實對貿牛運動員來說都有點大影響 Premade 3 我的香氣導致我一大廚 因為全身都沒有擂板地做過